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与你开启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在你自己的相音时光 把你迎接每个美好的清晨 清听伟人的声音 学你提高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你自己的时光 恭请订阅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求助的祷告 十二 上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敬前的人没有了 忠诚的人再也找不到 大家彼此撒谎 用油画的话互相欺诈 求上主切断圆滑的舌头 封闭狂傲的嘴唇 他们说 我们要畅所欲言 谁不管我们说什么 可是上主说 我就要来 因为穷苦人受欺压 被破坏的人痛苦呻吟 我要把他们所渴望的赐给他们 上主的应许 纯真可靠 像在炉火中 练过七次的银子 作恶的人 到处横行 人人歌颂邪恶 上主啊 请保护我们 使我们摆脱 这世代的人 求助的祷告 十三 上主啊 你忘记我要到几时 永久吗 你不理睬我要到几时 我还得忍受痛苦多久 让悲愁日夜清洗我 还要多久 敌人 要向我耀武扬威 上主 我的上帝啊 求你看顾我 求你应答我 求你恢复我的气力 使我免于死亡 别容许我的敌人说 我们把他们打倒了 别让他们因我的失败 欢乐 然而 我依靠你不变的爱 我要因你的拯救喜乐 上主啊 我要向你歌唱 因为 你失恩 厚待我 人的邪恶 十四 狂傲人 自言自语 没有上帝 他们都腐败 做了可厌恶的事 连一个行善的人 也没有 上主 从天上 查看世上的人 要看看有明智的没有 有没有寻求他的人 可是人人偏离正路 各个同样的腐败 没有行善的人 连一个也没有 上主发问 做恶的人不明白吗 难道他们都茫然无知吗 他们吞吃我的子民 他们不晓得向我祈求 然而 他们要惊慌恐惧 因为上帝 与一人同在 邪恶人朝向 寻苦人的计划 但上主 要做他的避难所 愿以色列的拯救 从西安来 那时 上主要让他的子民 重整家园 雅各的子孙 要雀跃 以色列的人民 要欢心 上帝的命令 十五 上主啊 谁 可进入你的圣殿 谁 可居住在你的 圣山西安 就是行为正直 凡事顺从上帝的人 他说话真诚 不毁谤人 他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不造扬中伤 邻居 他轻视犯罪 作恶的人 尊重敬畏上主的人 他不心 令旅行诺言吃亏 他借钱给人 不索取利息 也不受贿赂 来陷害无辜 做这样事的人 永不失败 信靠的祷告 十六 上帝啊 求你保护我 因为我投靠你 我对上主说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一切幸福的源头 上主的忠诚子 多么高贵啊 跟他们在一起 是我最大的喜乐 追踪其他神明的人 招惹无群的贺患 我绝不参与他们的祭祀 也不祭拜他们的神明 上主啊 你是我一切福分的源头 你掌握我的生命 你的赏赐 多么加美 多么令人喜爱 我送赏赏赐 我送赞上主 因为他指导我 夜间 我的良知 唤醒我 我时时体会到上主 在我面前 他在我身边 我不至于动摇 所以 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 安稳自在 因为你不会 让我下阴间 也不会允许 你忠诚的仆人 见民主 你会指示 我生命的道路 在你面前 我满有喜乐 在你身边 我有永远的幸福 无辜者的祷告 十七 上主啊 垂听我 求公道的呼声 求你垂听我的哀求 垂听我诚心的祷告 愿你宣判我无罪 因为你知道 什么是正直 你知道我的内心 你夜里来查看我 你彻底考验了我 找不到我有什么恶念 不走暴徒的路 我一直跟随你的脚步 从来没有偏离 上帝啊 我求告你 因为你总应答我 求你侧耳垂听我的申诉 求你显示奇妙的慈爱 来拯救我 你望着你 我就能躲避仇敌 求你保护我 想保护自己的眼睛 让我躲藏在你的翅膀下 逃避邪恶人的攻击 仇敌满怀 满怀憎恨的围困我 他们心肠刚硬 说话狂妄 无论我往哪里去 他们都围困我 他们找机会 要推倒我 他们像狮子一样 要把我撕成碎片 像少壮的狮子 敦伏在暗处等我 上主啊 起来迎接我的仇敌 制服他们 求你用你的利剑 救我脱离邪恶的人 求你用你的权力 救我脱离他们 就是那些 在今世富足的人 求你重重地 惩罚他们 让他们的儿女 受够了灾难 还有剩余地 留下给儿女的儿女 因为我正直 我得以朝见你 我醒了的时候 你的同在 使我满心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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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上帝是掩盖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盾牌 拯救我的力量 是保护我的要塞 我 向该受称颂的上主呼求 他就救我脱离仇敌 死亡的角锁环绕着我 毁灭的急流 冲击着我 阴间的角锁缠绕着我 坟墓的罗网等待着我 在困苦中 我呼求上主 我呼求我上帝的帮助 他从圣殿 听见了我的声音 我求救的声音 传入他的耳朵 那时候 大地摇汗震动 群山的根基颤抖 因为上帝发怒 他的鼻孔冒烟 口发出火焰 和烧着的炭 他拉开天幕 亲自降临 有浓厚的黑烟在他脚下 他骑着鸡脖 飞行 他系着风的翅膀 急速飞驰 他以黑暗掩盖自己 蜜云带水环绕着他 冰雹炭火 从他面前的光辉出来 突破了浓厚的黑云 上主从天上打雷 至高者 发出他的声音 他射箭 赶散他的敌人 他发闪电 使他们溃退 上主啊 你一斥责敌人 在烈鹿下 向他们吼叫 海底就暴露出 大地的根基 也都赤裸 上主从高天伸手抓住我 从深水中把我拉出来 他救我脱离强敌的手 脱离了 憎恶我的人 因为他们都比我强大 我遭难的日子 他们攻击我 但上主保护了我 他领我脱离险境 他救我 因为他喜欢我 上主因我的正直 报答我 因我的无辜 赐福给我 我遵行了上主的道路 我未曾背叛我的上帝 我遵行他一切的法律 我未曾离弃他的命令 他知道我无辜 他远离邪恶 所以他照着我的正直 报答我 因为他知道我清白 上主啊 你以信实带信实的人 你以完善带完善的人 纯洁的 你以纯洁带他 邪恶的 你敌视他 你拯救卑微的人 你降低高傲的人 上主啊 你点亮了我的灯 我的上帝为我驱出黑暗 你给我攻击仇敌的力量 能够摧毁他们的防御 这位上帝 他的座位多么完善 他的话多么可靠 他像一面盾牌 保护所有投靠他的人 除了上主 没有别的上帝 没有上帝是保护我们的岩石 他是赐力量给我的上帝 他使我的道路安全 他使我像母鹿一样 脚步稳定 使我在高山上站稳 他训练我要怎样打仗 使我能拉最强硬的弓 上主啊 你是拯救我的盾牌 你用右手扶持我 你的倦右使我兴旺 你使我的路径宽敞 从来没有跌倒 我追赶敌人 抓住了他们 不击败他们 我不回头 我击倒他们 使他们站不起来 他们都扑倒在我的脚前 你赐给我打仗的力量 你使我能够制服敌人 你使我的仇敌奔跑 你使我消灭恨我的人 他们呼救 但没有人能救他们 他们向上主呼求 但他没有回答 我粉碎他们 向风吹散归城 我践踏他们 如践踏街上的尘土 你从被伴的人当中 救了我 立我做列国的元首 外族人民 也都归顺我 他们一听见我 就服从 一族人都屈服 在我面前 他们丧尽了力气 恐惧 战力地 走出他们的营内 上主永远活着 要送葬我的保护者 上帝是我的拯救者 要宣扬他的伟大 他使我胜过仇敌 他使各族都降服我 且救我脱离了仇敌 上主啊 你使我制服了仇敌 你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 因此 我要在列国中送养你 我要歌唱赞美你 上帝是他所列的王 屡次得胜 他向所拣选的大位 和他的后裔 永诗慈爱 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与你开启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在你自己的相应时光 把你迎接每个美好的清晨 却你提高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你自己的时光 公请订阅 听说世界名著系列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